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过是金融少过艺术 这是金融大过艺术 咱们先看罗女 这名先看画 说这是徐维红的 去年拍了7280万 罗女说还不是别人 正是徐维红的前妻 著名的蒋碧薇女士 你看画的徐维红画出来对他太太的理解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是真的 就是徐维红画蒋碧薇 徐维红画自己的 你看蒋碧薇原本它是这么个型款 对 这么个型款 穿的这种不穿旗袍有那么肥吗 不 就是我看过徐维红画的蒋碧薇的画 然后包括他的静业丝那种画民国女性 基本上他喜欢的都跟蒋碧薇差不多的身材 都是这样子稍微带点风鱼 但是身材又比较修长 他喜欢那一款的 怎么第一幅像卢本斯的画 这是我们狼房的卢本斯 像卢本斯那份 是狼房的 这个模特是当年从狼房找来的这么一个模特 所以我记得当时好像陈丹青有个评价说指路为马 他说你早也要找个像一点的 他现在像都懒得像了 就是说赵家已经照到根本都懒得去管 陌生化 有美学冲击 因为我发现什么事情不能占钱 一占上很多的钱 7280万他就创了新闻了 然后中央美院当年有个研修班 这个研修班十几个学生 如今都是白发苍苍什么老画家了 连名写公开信 说这画不是我们画的习作吗 说怎么成了徐飞红了 徐飞红画讲必为了 他们还要贡献了当年自己画的吗 说你看我们一个教室 就是从不同角度我们画下来的吗 就刚才说这个 大家都对狼房卢伯斯 记忆游戏 记忆游戏 说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这个说是背后弄了 还是个什么褶红色的背景 而且你觉得198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刚刚 改革开放春风刚刚吹起了 没错他们第一届研修班 然后能画这样的裸女图 已经幸福的搬得了了 我估计那个时候能找一裸摩也不太容易 对吧 那家伙师生们欢心鼓舞 所以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吧 那是谁啊 我记得是袁运府 在北京机场的一幅画 那个就是讲云南 泼水节 一直要邓小平跑去拍板 才能公开展览 今天是因为裸女吗 那里边这个云南 那是全国大新闻吗 怎么可以不穿衣服 就直接上台 虽然那个是有点血液的 北京机场一号 我印象比较深 当时有几个这样的事情 而且北京机场一号 这个世界是载入文化史册的世界 后来看小平同志去看了 我忘了他说什么了 反正这个没说不行 就行了 就这样 但是你说啊 我听他们这个就聊啊 他们说 你就说陈丹青说 陈丹青说 那那个7280万 那么就是冤大头吗 倒霉吗 可是呢 我还听着一种说法 那就神了 就是说 哪有什么冤大头啊 是你以为有冤大头吗 什么 这7280万是谁买的 谁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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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分析 不要听他说 他不会说 有一种分析 就是说呀 这整个就是个局呀 因为什么你想 中国确实是傻子多 但是见过傻子 没见过这么傻的 你7280万 我就是一最傻的老板 我能拿这么多钱 我嫌能不看看清楚 或者至少 我找个老师来 给我看看 甚至不看 咱就说了咱这个外行人也 你也能看得出来 这是徐北红的老婆吗 而且这个话法 这个解放前根本就没有过的 这就明显的 就是那个年代 80年代的时候 一般来说人家拍 那拍卖行要有 拍卖行不管 这个倒是他拍卖法里边有的 你只要事先没有声明说 保证他是真品 他就可以不负这个责任 但是我们是有明文规定 但是当然了当然了 你比如说国际上有名的 什么克里斯蒂拍卖行 苏比斯蒂拍卖行 他有面子 老实讲 要做上百年 做这么多年 他这个甭管法律怎么规定的 他要有一份信誉的 对吗 他要他不能随便来的 但是问题 中国现在社会 多少人还要脸吗 他不要脸了 他无所谓了 这就要钱 对啊 但是你说的 你的意思是说 那7200万拿出来的人 不是真金白银拿出来的 这个拍卖厂商太多了 自买自卖 你知道吗 自买自卖 我做一个局 我说这话 7280万 是吧 自买自卖 然后他就高到这个记录了 徐老师 徐老师还是比较天真的 这个在资本市场很多 就是拖 我们俗话叫做拖 你比如说我要 我看这家公司不错 我想去买这个公司 然后我要跟他讨价还价吗 说你的净资产是多少 大概100万对不对 那我打个折80万我买的 结果你发觉边上总是 串出几个白马 那时候有一个专门的称呼 资本市场上 叫白马骑士 他说我出100万 我出110万 然后这时候到最终 你有可能不得不200万称交 像很多这样的 你一听就急了 对 这样 你知道吗 我前两天 我跟我这个朋友一起 我去看那个 就是一个 最近一个拍卖的 那个预展 然后后来他们拿我开玩笑 说也不知道谁也拍了微博 所以现在生活质量很低 你知道吗 拍微博 说是都去看什么预展 然后他们损我 说还转发给两条留言 你这两条留言 什么留言 那么给我念 第一条是一位女士 这个女士还是表示很惊讶 就说是他吗 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我说这是夸我的还是骂我的 没想到你在女士眼里这么没文化 没错 他基本上把我当三苏代表了 但是第二个是个男士 这位男士的反应 他用词还是比较礼貌的 他就说了一句 说不能让人家买着 不能让人家买着 然后我的收藏界的朋友就说 说要是群众有这个反应 以后我们卖东西的时候 可以让文涛去买 你不是不让我买着吗 对就是让你买着 所以你就有出厂费 对 你比走学赚的多 举啊 你知道我听过我的一个好朋友 那种到今天为止 老婆都在骂他 你知道吗 就是好像是500万还是几百万 买了一个垃圾一样的东西 你知道当时这个汗如雨下 他就是就天天人家都是跟着行 行家去 就那天自己觉得自个儿有水平了 可以了 我自己来一下吧 这局 哎呦 现场气氛很热烈啊 十万 一百万 哗哗哗 局 到最后 他受这个气氛的鼓舞啊 500万 哗一局 就是你的了 鸦雀无声 就剩下你了 我就在 我就在想那个7200万 它不可能是他一个人上来 17000 对 他一定有5000万 6000万 对对对 那得找好多拖啊 哎呀 还不是一人傻 还得取傻 我告诉你 原来什么取傻 你告诉你这个公司会有多少人 你把职工全都带上去 他就社务工我吹一吹 没错 没错 你把人家搞的也太弱智了 闻涛刚才说的 让我想起上次 有一次跟马卫都现在在一起 他说一个那个 他说他在去拍卖时候 他发觉他喊价 总有一个人出N加1的价 如果他说他出100万 人家就出101万 永远比他高一点 然后他就搞不懂 他说到最后一升起 我不买了 然后人家就兴冲冲地买走了 然后下了场 他那时候想不通 那时候人还比较淳朴 还没有什么拖这个概念 他想不通 他下场他问人家 他说你为什么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东西 所以非要买走 他说不是 我也不懂 就看你买了 所以我得买 所以我说 刮目相看那位女士 其实还是眼镯 就是你 难道说就好像说 出书的就叫有文化吗 开画展的就叫画家吗 看个御展的就叫不算熟人吗 你是御师参加 你要这么看 那你才叫没文化呢 现在这年头 而且你知道吗 就像我那些朋友讲 我说不会 我说这次还有个关键人物 有人背书 对 徐悲鸿的儿子徐博洋 这不是假儿子吧 徐博洋说 这是我爹先父的 他现在洗下来 在我母亲那收藏多处 我做证明 但是你知道我那帮朋友说 说他这个背书是真的吗 我说对了 会不会有人假造徐博洋 但是有照片 你看有照片 你看见没有 徐博洋跟这个话还合影 但是当然了 现在能信什么 谁知道是不是PS的呢 反正徐博洋本人 现在也没听见他说什么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是看这个什么预展呢 我那天看到一段报道 就是说 购买力有几个 他说我有几个行家 购买力都在500万以上的 现在也只能是在预展上过过眼影 就跟我是就看看吧 看看吧 然后帮着那些个大资本长眼 就是说他们不懂 他得有 他得都得找个老师 帮你看着 买这个举这个 他们就是沦落为 也不叫沦落了 他们有人说这也是好 是把艺术品市场繁荣 其实文汤 你们说的这个事 就我想起现在 你们其实说来说去 就是说现在资本 把这个艺术品市场变坏了 一大堆光有钱 没眼睛的人进去了 对不对 其实这种事情很多的 我记得现在很多份额制 你比如一幅画 他给你分成一百份 就是一幅完整的画 对不对 你带不走 你也买不走 但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要交易嘛 他把这个画分成一百份 每个人出价 一百分之一 你出价多少 对 我下次就去买 那个Mona Lisa的一万分之一 一万分之一 我买不起 那就是你的 一千万分之一 我以后可以把地球的土地 拍卖给你 我的这个名片上 以后就我的owner 什么名义上 你知道你们讲的东西 我感兴趣的 当然你可以说 它是一个商业操作技术 很复杂 你说意思 但假作真是真一假 我关心是里面真的东西 假的我关心 它里面有真的东西 比方说你们上次讲的 那个什么东西 一批专家来作证一个什么东西 哦哦哦哦 那个就雇工博物院 钱 副院长 金铝玉衣 24个亿 他们就全世界 蒙娜丽莎也没有人说 是24个亿 那价钱是假 那东西是假 但是那批专家是真了 是真 但是那专家的 这个我看到 专家也未必真 那些 专家人是真 但是他那天讲出来的话是假 原因就是因为太cheap 你知道中国的专家太穷 几万块就打倒了 所以他出几十万个小零头 可以找来一批行内的大家 而且你知道 人越是多 越容易作假 因为我没有全部的责任 你知道我们常常 人家叫我们推荐什么书 我们第一不是问这个书的好坏 我们先问 跟谁一起推荐呢 那要是另外几个人 名字都很大 无所谓 就推荐吧 因为你看要 咱们都这么干过 也不是我一个人 你知道专家出卖人格 就是这么一种 第一是穷 就是贱卖 第二是一个群体 就是我不用单独负责 第二个现象 就是刚才你讲的特殊现象 就是那些大家的子女 来拍卖自己父母的 这个财产 这是一种拍卖法 我背书 千万 但还有另外很多 比方我做现代文学 这个研究 现在几乎每个大作家 都有个研究会 每个大作家的研究会的 副会长 都是他太太或者小孩 你知道这个有好处是 他给你很多材料 对不对 我你研究张恨水吧 我张恨水 儿子给你很多材料 对 你研究矛盾吧 我矛盾的儿子给你很多材料 这是很大好处 坏处是不能说我爸坏话 有一个日本学者 有一个日本叫士永俊 写了很认真的论文 查出27年 矛盾离开中国以后 在日本 跟一个叫秦德军的女士 同居了两年 日本人很仔细 把电费单都查出来 二几年日本的电费单 印的是那个女的名字 写了很长的论文 结果到北京来读这个论文 被拒绝 为什么很简单 我说你这点都不理解 这个 这个 所以 对不对 这个很 中国 虽然你找出我老爸 还原来有过一个小三的 所以中国就有中国的人情事故 很多 我觉得这个真假问题 是中国人和西方人 特别很深的一个分别 你还甚至你都不能说 我们就不好 我们就是你知道他在西方的 这个这个艺术品拍卖什么的 非常重要的就是真假 你假的根本就不行的 这根本是真 可是你让中国博大精神 中国过去的这个文物行里 有句话 就要问题非常复杂 就要真的呀 不一定好 假的不一定坏 复生什么三居图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比如说他某种意义上讲 唐朝的房品 你王熙世的字都是房品 对吧 都是当年的复制品 那么你说他也很有价值 而且你知道吗 这里边还有一种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你就能够明白 你比如说这个吴昌硕 你知道大画家这个吴昌硕 那这个做人呢 人家都是说非常好 为什么非常好呢 有一个人 一个行家 重金买了一个 他的这个卷子 正在吃饭嘛 就当这个说 您看是不是您画的 他一看就说 是我画的 那人高高兴兴的 就走了 其实不是 后来同桌的人都是行家 说这怎么是你画的 连你老家都写错了 他是安吉吴昌硕 他都写着安姓吴昌硕 然后吴昌硕笑笑说什么 说我比悟了 我比悟了 后来说到底为什么呢 你明明不是你画的 他就跟好朋友讲 说人家这个那么多钱买了一个我这个东西 我要给人家说破了 请家荡产呢 那么我为什么不做人厚道一些呢 我就说是我的嘛 反正我的假话也不止一张市面上到处都是 你看这里边也是中国人 他的最后还是说破了嘛 就是 而且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真是危害极大 就是说本来在讨论一个真不真的问题 你突然加进一个好不好的问题 这就好像 这个是两码事 这个是两码事 这就好像现在人说地沟油很好吃 是一个道理 你知道吗 是一个道理 你把话题转换 对对对 这闻他说的 他这个是两码事件 你说真还是假 有可能仿座比原作好 有可能的 历史上发生过 但是假的就是假的 真的就是真的 有可能假的这个售价比真的还高 我跟你说文桃 你可以去从事一个很有前景的职业 我告诉你 我有一朋友买瓷器 买一个假一个 买一个假一个 有一次他请那个专家 博物馆专家去见你 专家看了几件之后 他说你不要让我看了 不要浪费我时间了 然后他对着满屋的假货 他说专家不识货 然后他想了一个绝招 怎么办呢 他说拍案而起 他说我自己称专家 然后从此之后 咱们中国多了一个瓷器鉴定专家 他去给人鉴定 所有鉴定出来的东西 全是真的 你知道 我说真的就是真的 对 你知道掌握话语权 你要往更深来说 你要往更深来说 这真的艺术的本质问题 话语权的问题 老实讲 说徐悲鸿 当然我是不懂 但就我的这个左眼来看 说他绘画成就有多么的高 我并不那么看 但是逃离满门 小心他儿子来找你 不但我个人有喜好 我个人不太喜欢 他七千两百万没分到 他一根毛都没分到 他倒就不那么说话 我就说这个系统逃离满门 这就某种程度上 建国后的美术界 他是有话语权这一说的 为什么你的就是最牛的 你就代表历史时代呢 这谁说了算呢 但这还是两回事 我觉得你过来讲的是有道理 好不好跟真不真是两回事 另外好不好的树立的标准 又跟话语权 又跟学术传统 甚至跟门阀 跟弟子的关系又是 但是这个东西不能混合 其实价格高低不是一回事 你有钱撒钱多 价格就会高 一张最臭的话 它价格照样会高 没错 我记得那个 我刚才说到那个 就是份额制对不对 一个月前在这个拍卖行拍卖 一百多万 就是拍卖价 份额交易之后 你知道到一亿几千万 你知道这就是崔健 我记得接受访问 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时代啊 就是把黄土卖成黄金呢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叶谭你讲的还真是 我听说啊 就有时有个银行 你现在已经开始发行一个什么基金 就是买古董艺术品 好像呢 你投资这个基金的人啊 我没听到太听明白那天 那人给我忽悠 大概是还能在你家里挂挂 说你看你还能欣赏几个月 而且你还投资了 而且这个基金还有回报 但是基金一进去啊 把水真的搞混 不光是基金进去文汤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基金进去之后 以后就是资金收了算 他收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就是那些商人收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比如说我有个十亿 我说这幅话值一千万 就值一千万 我说值一个亿就一个亿 就是你得到的最大好处是 挂在家里 兴听每一万分之一是我的 你可以欣赏几个月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来假定 假定比尔盖茨心血来潮了 他今天突然把这个 七千两百万的画 他用两亿把它买下来了 对 他说我不管真假 我非常喜欢他 对 那以后这幅画 被比尔盖茨收买这幅画 以后就值两亿了 我跟你说 他不会再低于两亿 你还记得上海那个画家 叫画周庄的那个叫谁 陈玉飞 陈玉飞 他也是就拍卖 是在国外被收藏了之后 从此身价白 你知道吗 是不是 他就无所谓 以后人家不再care 你以为西方他没有干这样的事吗 就是前几年中国现代艺术品 大起大落 对 是怎么搞的 就是在这 要不说这个话语权 他我至少我听到的一种阴谋论 西方的这个人就哄台 买说你们有价值 你们现在中国的现代艺术 全是宝 全是傻呆呆的男的女的 把价钱炒上去 把价钱炒上去 然后中国这帮土别们 不也跟着买吗 买人家就出 所以价钱炒他就下来了 但画家是得意的 画家是得意的 画廊当然是更大的得意 画家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但是到底我们是要批判人家讲话呢 还是在鼓吹这个 不是我就觉得你不管高不高 就讲规矩就行 我就觉得这行里边 你比如说有人 你说是 你说这个 我就告诉你 这不是举杯红话的 你买不买吧 你如果有这么一个 你不管他撒帽也好 什么有话语权也好 他说我就是五千万就买了 那他就市场价就是五千万 没有道理可讲 现在我你看我就 我这次看这展览 我就发现 现在的这个书画上面 都是拍卖公司指标 谁谁谁款 比如石涛款 八大款 就是说是他数的 但我不给保证 他是他是石涛的 或者是八大的 我只是个谁谁谁款 现在拍卖行成了造假 他成了造假一条龙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